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脸大 否定你们最多的不是别人 就是你们自己 这是哪个理由 欢迎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姐妹俱乐部 我们要开始营业了 请拿好您的门票 简票这边请 大家好 我是庞波 欢迎收看由爱奇艺自治的康师傅姐妹俱乐部 欢迎大家 谢谢 我们节目现在是录到第九期了 我看到网上也有很多观众在讨论我们剧中的角色 尤其是我们谢可因老板扮演的陈兴桐 有观众统计了 每两期就要换一个男朋友 在剧里感情经历非常的丰富 我也想问问 都是我们公司做的节目 我们的编剧为什么不给我也安排一段感情戏呢 言归正传 我们这一期要聊的主题是 你是你自己最大的魔鬼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主题有一个规律 就是永远不说人话 不解释 你根本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这一期要聊的是容貌焦虑 容貌焦虑其实不太分性别的 我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我也有容貌焦虑 这个 不是因为长得不好 而是担心观众因为我的容貌 忽视我的搞笑 我觉得长相给我这个讲脱口秀 带来的困扰 带来的困扰确实有很多 之前不管段子讲得怎么样 大家都只讨论 我是脱口秀的颜值天花板 后来我也放弃段子搞笑这回事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的每个男同事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天花板 连李诞都说自己是天花板 我也很好奇 一个蒙古包有天花板吗 我觉得大家都能看出来 很多时候 男的只需要厚脸皮就行了 但是现在有很多 让女生非常焦虑的词汇 我一说大家都听过 什么漫画腿 什么A41 精灵尔 能把这些都组合起来 这人得啥样 我觉得唯一全都符合的 只有霍比特人 今天跟往期一样 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大大戏嘉宾 他也被称为从漫画中走出来的少年 费启明 很多朋友都了解 费启明是一位帅气的大男孩 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 他也曾经为了外表非常自卑 说这个高中的时候 体重曾经最高达到过180斤 逛街的时候 发现买不到自己马叔的衣服 然后努力减肥 然后暴瘦了60斤 我就想问问 启明难道你不知道 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大马男装吗 不过知道也没有用 你现在也穿不上了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开始 好不好 不让大家等太久 姐妹大戏即将开始 有请张恋爱杨子珊 谢可寅 前情一样 上一集中 冯妙妖陈信头成蓝 全缘恋爱 我就知道你可以 那天我去跑步的时候 一下就被你吸引住了 面对成蓝严格地打分表 温世良在第一次相亲中 就败下阵了 虽然我的分数略低 但你会考虑我吗 不会 但他屡败屡战 不断用诗迹行动给自己加分 我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你 那敢问 配音能算是才艺吗 算了算了算 这一集 成蓝和温世良之间 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小小小小情情剧 第九集 情报上映 你说你没事 反手摸什么肚脐啊你 多少年前的挑战了 流行是个圈嘛 当年拦截你年轻的时候 流行的东西 现在到我年轻了 不就又开始流行了吗 疼疼疼疼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不会说话 你可不是不会说话 而是说话技巧嘛 有待提高 他怎么了 他前两天 参加了他们公司的 高层管理培训 对 我学到了一些正向反馈法 如果你对一件事不太满意 不要单纯地宣泄负面情绪 也要发现它 未来可发展的可能性 不懂 应该是有待变懂 我好像懂了 前两天培训大合照出来了 我的脸 怎么这么大 你这不是脸大 你这是有待变小 你不是脸大 是你站得太靠边了 所以把你的脸拉变形了 不行 我得劈一下 你劈什么呀 说得好像你不劈一样 我最多就是夹着滤镜调个色 好不好 毕竟我的脸又小 腰又细腿又长 为什么要劈的呢 怎么 怎么了 你要给我个正向反馈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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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怕血啊你 来啊 好了 好了你们俩 你好好休息 我要去相亲了 等一下 高分香水 高分香水 什么香水 每次小兰跟分数高的男生相亲之前 都会喷一点这个香水 嗯 今天这个重视程度 少说也有85分 错 是94分 94分 对啊 你们看 哇 你相亲这么久 从来没有一个男生上到90分 他竟然94分 对啊 这个男生都快赶上你的 男神汤姆克鲁斯了吧 汤姆不吃辣 而且有孩子 还有生命安全 太为我保障了 他可没有这个男生分数高 嗯 这个男生这么棒 我越听越觉得 这个男生跟你 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说不定 你们今晚见面 明天求婚 后天就结婚 天哪 我已经做好当干妈的准备了 黄瑶瑶 你真的太夸张了 不 对方这么优秀 我再给你准备一条 更好看的裙子 婚纱怎么样 你这智商 真是有待提高 好 谢谢 没想到你还带了补充资料 真是太优秀了 比汤姆克鲁斯还优秀 过奖了 那 基本的信息咱们都已经了解了 接下来咱们就随便地聊聊吧 好呀 好 好 你 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没有 你要不再想想 你叫程蓝对吧 对 姓程 好姓 我有个同学也姓程 这么巧 他叫程天 你们会不会是亲戚啊 应该不是 那会不会是远房亲戚 应该也不是 要不我们来聊一聊 最近都做了些什么吧 我最近 我最近刚换了一副新的眼镜 是吗 感觉怎么样 看得挺清楚的 那 那是挺好的 那这样呢 看得也挺清楚的 我看得见你的双眼皮 天生的 挺好的 我二姑也是双眼皮 这么巧 改天介绍跟你认识 你们可以交流一下 好好好 他叫阿娟 冯小娟 我室友也姓冯 她们会不会是亲戚呢 她们会不会是亲戚呢 早 冯冯早 走 还是老样子 带走 好嘞 稍等 瑶瑶 老李 忙什么呢 叶总说我们公司咖啡厅啊 太没有企业文化了 所以让我们行政部把大家的照片 往墙上贴一贴 对了 对了 你上次推荐给我这个多燕兽活酵素果冻 我买了 给我老婆当生日礼物 她太喜欢了 我就说嘛 富含活酵素多燕兽搜索果冻 葡萄口味 谁不喜欢 我就特别喜欢 所以我把它全吃了 每次我吃完 我都好像能听到 我肠胃在蠕动的声音 你全吃了 你老婆怎么办 没事 我给她买了别的礼物 我给她送了一支口红 奥特曼联名款的 你老婆喜欢奥特曼 我喜欢奥特曼 我老婆喜欢口红 一举两得 那你能买什么色号呢 红色 具体一点呢 特别红 就是像S奥特曼那种红 你还真是爱屋即屋啊 好了 这张 不是前两天培训的大合照吗 对啊 但是 这张照片是圆图啊 就是圆图啊 不然怎么能这么清晰呢 我就直说了吧 这照片能不能再处理一下 让上面的人再好看一点 好看一点 好看一点 那回头我也送你一支奥特曼口红 我就再直一点说吧 你能不能把照片披一下 披一下 就是女孩子披照片的那种披 哦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是我考虑的不太周全 不 你不是不周全 而是 有待细心 正向反馈 我们那个直男行装 不仅把没披过的大合照 直接挂在公司的咖啡厅里 连她老婆生日的时候 送的口红都是奥特曼联名的 送老婆奥特曼联名的口红 这不太合适吧 对啊 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是吧 她她得自己收藏啊 她怎么能送老婆多浪费啊 是不是 你还没结婚吧 结 结了呀 怎么了 奇迹 奇迹在线 迪加奥特曼的主题曲 你也看奥特曼 请她风暴已经出 杰瑞 给我来背龙舍兰 好嘞 已经出现 蓝姐 你点这个酒是 难道是 喜酒 哎呀 那个94分的男生 我还是不喜欢他 嗯 那算了呗 不 她都94分了 我应该喜欢她的 哎 你别看太久 你也会喜欢她的 那现在你不是 对她没有感觉吗 那肯定是我的感觉错了 但恋爱这种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感觉啊 嗯 但感觉是不可靠的呀 那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 我能依靠病人的感觉 来下判断吗 最可靠的 还是她的化验单 我相亲的这个分数表 就是我情感的化验单 你怎么打眼单呀 冯瑶瑶 劝她 我 我 我有点被说服了 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 我要不是也被她说服了 我早就把她说服了 怎么样 好不好看 我说的女生一点的那种批 不是这个意思 这还不够女生吗 不粉吗 不闪吗 不一家人吗 我说的那种批呢 是把脸批一批的那种批 脸为什么要批一批 因为 脸大 脸大 没有吧 你看我的脸 比你的脸还大呢 那是因为你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但是照片里的那个我 它就是比现实中的这个我丑啊 等等 问题来了 我俩在同一张照片里 既然现实里的我跟照片里的是一样的 那也说明现实里的你跟照片里的你是一样的呀 不一样 我是漏掉什么环节了吗 我就是想把脸弄小一点 弄小一点 批成蛇精脸那不就认不出来是你了吗 不是所有的照片批完之后 都是那个样子的 可以批的自然一点 看不出来的 既然看不出来 那为什么要批呢 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还是会感觉 它冥冥之中就会好看一些 冥冥之中 冥冥之中 我看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抗争了吧 还是可以抗争一下的 瑶瑶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多艳兽活胶素的果冻吗 来 D加奥特曼子 哇拧开新产品 怎么样 现在可以帮我批了吗 不能 你不配我的D加奥特曼子 不许开奥特曼的玩笑啊 我告诉你 我们行政部门的工作呢 其实还是挺忙的 为了批这张照片已经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昨天是S奥特曼的生日 我竟然都没有时间去陪她 你陪什么呀 那是虚拟人物 过分了啊 过分了啊 好 好 哦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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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了我室友了 他们不是亲戚 是吗 可惜了 你觉不觉得 我们的聊天 好像有点问题 稍微有点 我看过一篇文章 里面说只要每一句话 都以问句结尾 这样就可以 一直把天聊下去 要不我们试试吧 可以啊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可以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了 那你呢 我也没有 你呢 那你想不想喝点什么 呢 好啊 很清甜 很好喝 你觉得呢 看起来就很好喝 你觉得呢 喝起来也很好喝 那我们还是继续吃饭吧 好吗 好的 那我吃意大利面 好吗 好啊 你说这意大利面 是从意大利来的吗 应该是吧 不然怎么能叫意大利面呢 对吧 有道理 有道理 不是吗 是的 吧 好的 妈 不好意思 我可以接个电话吗 可以 喂 温世良 我又来出差了 有空出来吃个饭吗 今天可能不方便 在忙是吧 那我等你忙完 那个 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忘了 可以 你觉得呢 什么 你腿摔断了 是吗 没有啊 我说等你忙完啊 这么严重 我马上过来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些工作 马上要去处理一下 不是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见 呢 你觉得呢 大无语事件 现在居然还有人 做什么反手摸肚奇挑战 这有什么好挑战呢 这不是很容易的吗 反手摸肚奇 双反手摸肚奇 振振反反摸肚奇 来了 谁啊 陈心头 帮我个忙 你先帮我一个忙 我 不觉 来来来 继续 反手摸肚奇挑战 你摸我肚奇啊 对啊 反手摸肚奇嘛 又没说一定要摸自己的肚奇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你录这个干嘛 我之前不是摸肚奇搞自己受伤了吗 我越想越觉得那些什么身材挑战 太蠢 太没意义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挑战 来挑战那些挑战 来 继续 拿 拿着 硬币放锁骨有什么好挑战呢 大家跟我一起把硬币放进 烦了 慈善募捐香 挑战成功 继继继续 穿衣架挑战 是穿这个衣架 挑战成功 挑战又成功 双人挑战 你过来 快快快 成功 成功 挑战成功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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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我还没想好干嘛 当然是 大家可以都来接力我的挑战哦 想不到短短两天 你的思想上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好厉害哦 那当然了 还搞慈善捐款箱 这么乐于助人啊 刚好我也是人 要不你帮帮我呗 你要干嘛 前两天我们公司不是大合影吗 我不是脸大嘛 然后我就偷偷劈了一把脸小的 准备拿起公司 偷天换日 偷梁换柱 离毛换胎子 哦 那你加油 祝你挑战成功 陪我一起去嘛 但是你这个照片这么大 哪有多不方便啊 那怎么才算方便嘛 就像高颜值的 free 飞玲珑包 放在包里 小巧便携 特殊时期 超级安心 走啦 走啦 本来我还觉得那个餐厅有点热 但是跟那个94分的男生 互相问了对方几个问题之后 那气氛一下子降到冰点 我顿时觉得一点都不热了 那我大概能猜到他是哪里人了 应该是艾斯基模人 因为很冷 他也挺幽默的 说不定是当地的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这个解释合理 你觉得 呢 哎呀 我知道都用问句结尾这个方法 确实有点笨 但是 我也是为了破冰嘛 对对对 这个方法都值得一试 你觉得 呢 啊 好好 嗯 那个艾斯基模人 嗯 他约我下一次见面 别见面了 不怕冷死 我 还是去吧 为什么 明明合不来 干嘛还要去 可是他94分啊 目前 唯一能比他分数高的 只有吃辣 没结婚 而且买齐了所有人寿保险的 汤姆克鲁斯 可是你不喜欢那个艾斯基模人啊 可是我应该喜欢他的呀 好 那 如果说我的分数也九十多分 你是不是也应该喜欢我 等你倒了九十分再说吧 再说吧 搬来上海能加多少分啊 你不用这样的 我已经这样了 昨天刚搬完 那 这属于未来规划那一项 加上这个分数的话 八十六分 还差四分 不过挺好 已经很接近了 对了 昨天搬家我都是亲力亲为的 楼上楼下好几趟呢 现在胳膊还疼呢 这个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给身体素质分能不能 喝酒吧 承岚 我和你在一起挺开心的 你呢 开心 那还不够吗 不够 还差四分 不够吗 你慢点 差四分 反正都是不够 可差四分和只有四分有什么区别呢 不对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只有四分我早就死心了 就差四分 生不如死 对不起 没必要 我们都尊重游戏的规则嘛 我自己都是做游戏的 我不会因为客户反应说 通不了关 抱怨 然后我就向他们道歉 但是人生 人与人 这样我也给你打个分吧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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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分 你这样 不客观 我不需要客观 我打分的唯一标准就是感觉 那我现在再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是感觉 感觉就是一种 你没有的东西 没有感觉要减分 九十九 你确定没人看见我们吗 你确定没人看见我们吗 都晚上十一点了 谁来公司喝咖啡呀 有道理 肯定是幻觉 再来一遍 你们怎么在这儿 我我我来加班啊 老冯你骗谁呢 谁加班带着合照呢 你们俩不也带着合照吗 你们该不会也是来换照片的吧 你说什么也呀 这样我不就暴露了吗 原来老冯你真是披了土来换照片的 太过分了 就是 整张照片就你最好看了 你还披 我好看 我的脸大的像老板画的饼一样 不披怎么见人啊 老冯你脸还大 你明明就是标准的美人瓜子脸 对呀 好瓜子 不是吗 谢谢 不客气 带你看看我 我的腿凑得像发了福的大象一样 不披能看吗 太能看了 就你只腿 不小心踢到 就算破坏艺术品 对呀 好艺术 真的吗 谢谢 你再看看我 我脸黑的 就像包工拿碳膜里边的脸一样 可是你黑得很帅 你就是黑马王子 是吗 谢谢 而且我觉得你一点都 老张你干嘛 我腿真的太粗了 你们就把换照片的机会让给我吧 你让我换吧 我黑的你关了灯 你让都看不到我 我也都当然看不到你 刚才我的脸才大呢 老虎你脸上 别换上我 你这都没有 别吵了 我跟你说 都把热片给我放下 我也放心吗 尤其是你 我问你 这些人里面 谁说你的脸大 没人说我脸大 那我再问你 日常生活中 谁觉得你脸大 没人觉得我脸大 好 那我最后再问你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脸披小 因为 我觉得自己脸大 哎呀 你就让我换嘛 哎呀你清醒一点 从头到尾 只有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脸大 只要你觉得你自己腿粗 只有你觉得你自己皮肤黑 否定你们最多的 不是别人 就是你们自己 你们都很好看 只不过你们对自己太苛刻 不对 不是太苛刻 是有待宽容 正向反馈 好好接受我的反馈吧 小枫啊 走 这是哪位领导 没事 居然什么板子耍什么帅 本来腰就不好 活生生又把自己给绝蛇了 这不是气氛到了吗 不绝个板子 你场面受不住啊 疼疼疼疼 蓝姐你快来救救我 否则要在我腰上乱按 什么乱按啊 我这都是跟小蓝学的 小蓝 是不是这么按 好了好了 我来吧 我看 蓝姐 高芬香水 高芬香水 你今天又去见那个九十四分男了 但我还是不喜欢他 是不是我的表哥真的有问题啊 对呀 我们昨天就这么跟你说的呀 然后你还反驳我们 说什么 感觉是不可告的 表哥是你的化验单 小蓝 你清醒一点 今天你要强迫自己 去见一个高分 但你不喜欢的人 难道明天你要拒绝一个 你喜欢但低分的人吗 对啊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 可能会有点冒犯 蓝姐 我感觉你脑子有毛病 神兴隐 你怎么说话呢 感觉是不准的 他脑子肯定有毛病 可我就是一个很理性 很尊重数据的人呀 你尊重了数据 但是你没有尊重你自己 追求你的心 不要追求你的 语言 你干嘛突然讲英语 换一个语种试试 万一他接受了呢 你去哪儿 去追求我的心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你微博发图片带了定位 你微博发图片带了定位 我把你们小区周围的大爷 都问了个遍才问到的 你们小区那个门卫大爷 有点脊柱侧弯 你记得提醒他去看一下 所以你来 就是特意提醒我 说我们小区的大爷 脊柱有问题 我还有一件事 你看这分数 承蓝啊 我不知道其他分数不够的人 有没有这种服务 但专程上门来羞辱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之前说 给我打一百分 全凭感觉 我觉得这样不对 感觉不能用来判断一切 但 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我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问我 开心可不可以加分 我现在觉得 可以 加上这个分数 九十一分 不满意啊 男朋友 我 人家还没有同意呢 那算了 告辞 我 她俩要是继续用这种观赏的眼光看着我 我真得卖票了 我真得卖票了 她们没有恶意 就是有点好奇而已 好甜蜜 好般配 您的酒 阿姨 别看了 那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来吧 她们俩要喝酒 难道是交杯酒 我现在去 马上来 也看了乖尴尬的 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 好的 蓝姐 我该叫你表姐夫呢 还是蓝姐夫呢 都行 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昨天在一起的 我看一下 到现在差不多二十三个小时 马上就一天纪念日了 你们有亲亲吗 这样问不太好吧 我看一下 有吗 有吗 你们还是继续观赏她吧 好啊 等等我 等等我 这 有点尬呀 习惯就好了 太坏了 好甜 喝到了 我也磕到了 下一期就是最后一期了 再也看不到三个老板了 不要上班了 这期节目还没结束 不如看看我们的魔鬼老板们 还有什么说的吧 小小小小复盘会开始 小兰 小兰 刚买的新衣服啊 两年了 刚做了头发 做头发多浪费时间呀 新换的护肤品 还没用完呢 买新的多浪费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恋爱了 什么 什么时候开始的 谁这么厉害 可以通过你的评分测试 做什么的 都太年纪了 大叔还是小鲜肉 谁告诉你我谈恋爱了 研究表明 甜蜜的爱情 会让人美丽健康 你告诉我的 你想多了 是康师傅青阳果会 蜂蜜温润清甜 柚子清新宜人 可甜可滋养 果然好出色 那我上网买一下 不用 这么好的东西 我当然囤了很多了 你看 康师傅青阳果会 果然好出色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老板 辛苦各位 也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欢迎 费费 飞起铭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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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 今天来这个姐妹俱乐部感受如何 我觉得就像赶场子一样 哈哈 然后就看着大家推着机器 从各个屋里 不停不停的在那跑 你是第一次这种在 现场观众前面表演吗 也没有 我之前参加的那个演员请就位 嗯 然后也是在观众面前去演 嗯 你今天饰演的这个角色叫郭 郭恒 他是一个话题终结者 你觉得跟你实际的性格有反差吗 就平时会被人说你别说话了 你过来吵 你就不要不要再说话了 对 所以你演这个有挑战吗 就是闭嘴吗 那我们刚刚也是正好做了一个那个很小的实验嘛 跟我们的20位观众朋友们配合在一起 让他们在原相机跟T图会变美的相机之间选 然后很多的观众最后还是都选择了这个变美相机 可以有一些美颜啊 披图的效果 甚至有一些观众是用原相机拍完之后 又跑到那个变美相机那边去重新拍了一张 谢老板 你是更喜欢照片里的自己 还是就本人这个自己 你觉得哪个更好看 这两个选择的话 我是觉得我的照片比我本人好看 有进步的空间 美美丽丽嘛 羞羞补补补嘛 对吧 但是呢我心目当中正确的 我的选择是照片和我本人远没有我眼中的自己好看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别懂你不懂 我打开 你不能懂 我没有懂但我能理解 你能理解吗 就是每次我一照镜子 尤其是照那种厕所把玉霸灯都打开的时候 我一照镜子我就觉得我的天呐 世界上没有人能配得上我 然后我每次一打开相机或者一照相 我会觉得 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我每次都在想这个问题 你是没有玉霸吧 哈哈哈哈 没有玉霸 沸沸你觉得哪个更好看 我是觉得本人跟照片都好看 你知道有的时候会被自己惊艳到吗 就比如说在在厕所里开玉霸 照片也会 比如说你今天有活动吗 你平时在家里就不刮胡子不洗头的 然后突然之间你开始刮了胡子 然后又给画了妆做了妆法 哇那一照片硬招一拍我太帅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世界上不有人比我更帅 哈哈哈哈 就是然后一块逼 逼身边的人说帅不帅 帅不帅就拿着手机走一圈 开开开开开开开 这种行为我能理解 哈哈哈哈 那你们拍照一定会辟图 对不对 听起来 我跟这一次冯瑶瑶那个剧情里的 的故事还蛮像的 就我自认为的一些问题 但是可能别人并不在意 可是我一定要 对我一定要动手动脚 对我的照片下手 然后做做做点手脚 对 就是如果是那种宣发图啊 或者是我们每次舞台的出发图的话 肯定是得盯一盯啊 就是全方位的 你会亲自来把关这些 不不不 我会亲自的逼 亲自把这个任务下达下去 对吧 但是而且你知道女生的那个care的点 男生根本没法理解 比如说我们会注意到自己的肩颈线 消瘦的推那么一点点 腰最细的那个地方 稍微的推那么一点点 那种细微的差别只有女生能够看出来 然后这种细微的差别就是女生发照片的安全感 肺肺你会P图吗 我会修鼻孔 就是因为我一拍照吧 就惯性就鼻孔可能会张开一下 你很爱那个抬头 对因为我喜欢这样子拍 然后的鼻孔又很大 但是呢在我印象当中呢 我又觉得我的鼻孔没这么大 我只是把它变回了我印象当中 它该有的大小而已 对了 你会专门调这个这个 对因为可能在拍照的时候我在呼吸 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不呼吸时候的样子 可以拍照的时候不呼吸 不是 因为你一呼吸鼻孔不就 登它不就就大了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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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会在觉得自己特别美丽或者特别帅气的时候发朋友圈吗 或者留下来这一刻 还好吧我碰一下发可随意了 啥都能发 随便一拍 我也就喜欢这种 难怪就是呼吸的状态是一个 对然后就一发怎么这么大 就是宁愿挑一下也不也不举起来拍吗 就觉得这个角度还不错 就记录当下的一个心情 对 稀图其实就是有时候是一种颜值焦虑的体现嘛 就觉得自己好像还不是那个满分的样子 或者说我还可以更好 也不是焦虑是乐趣 对 你们对自己的颜值有焦虑吗 有啊 什么时候呢 我我第一次有颜值焦虑是我当当时第一次上快本的时候 因为那是我刚刚出道然后第一次接受大大众审美的评价对 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 然后当你那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就刷那个实时嘛 我说我的妈呀怎么能有这么多人说你长得丑呀 我说这什么眼光 然后但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还很自信 你可能在呼吸那会儿 呼吸 对 我一开始还很自信 我说这些人眼光不行 你知道吗 刷着刷着 净净 好像没有自己原本想中那么的好看 然后我当时就很激动 就把微博卸载了 然后就是因为就突然之间铺天盖地说你长得不好看 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好看了 然后隔了第二天之后就见到我朋友之后又回学校嘛 我就逼他们说夸我长得帅夸我长得帅夸我长得帅 夸了我能有两三天吧 然后觉得我的自信心又回来了 我就把微博下载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些人的评价都是无效评价 我不在乎 知道吗 你有过研制焦虑吗 我上学的时候就挺胖的 刚开始自己没有那么焦虑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胖和瘦之间不是那么敏感 我现在回忆起来 当时让我焦虑的那个人是我爸 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爸以前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条白褶裙 我特开心我穿上 那会我胖嘛 然后我就在发育的时候 就是那个胯就越长越宽 然后我穿上那个裙子吧 跟我爸和我妈逛公园 我爸就在后面特别直接的对着我说 老姑娘 在东北花吗 你比女孩 那咋了吧 是吧 这裙子回家脱了 明天别喘了 很直白 我爸特别直接 我爸说 不像你这个年龄 就是胯太宽了 他就感觉像我好像把我说的就很那个 长款的白褶裙 我好像长这么大 我都是排斥的 我到现在都是排斥的 我真的会这样 小的时候的一些事会会显移梦化影响 是 那你们自己意识到自己就是要变美这件事 也是第一次开始像产生颜值焦虑一样 就是从我有印象开始的时候 最早的一次应该算颜值焦虑的时候 是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长身体 然后家里面人给我大补 就是比做月子补的还夸张 是很多很有营养的人 就太有营养了 但是我那一个学期穿了十厘米 能有 但是我横着变胖了大概就是很多很多筋 然后就直接整个人 你说抽条吧 就是竖着抽 长胖吧 是横着长 我是斜着长 我是斜着发展 我是斜着发展 你是膨胀 是 那个时候班上有很多人就开始说 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上学的时候大家说话是很直接的 非常直接 而且那种跟你关系好的人 他还会就是非常关心的来问你 你怎么长这么胖了 戳心 算了吧 对啊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 就是女生会比男生早很多 或者说是更容易被这件事情困扰到 就是我要维持自己的美 或者是我要让自己看起来符合某种规则一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事 杨老板 我自己觉得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外界的评价吧 对 可能我从小不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外貌的人 对 然后呢 等你做了这行当了演员之后 你开始在荧幕上面去让大家看到你的时候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来评价你 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 那我相信所有的女生可能都一样 可能就是她们没有我们做这个职业 能被那么多人去看到和被那么多人去评价 但是可能她们在她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 也会被身边的人去评价 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些攻击 对 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事情多了 对自己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可能就是会想说 那我批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就是比较不容易在外貌上面去引起过多的讨论或者是批评 今天我们就说了很多大家的容貌焦虑也好 或者说是因为其他人的评价会让自己的内心摇摆也好 甚至更改自己的标准 其实都是因为别人有时候是不经意的一句话 都有可能去让你的内心出现一些波动 那你要接受自己的平庸 接受父母的平庸 然后接受未来的平庸 你好像就不会那么的纠结 或者是很多东西 你也不用那么太在意了 就是当你做不到一百分的时候也能放过自己 尤其是在这些比如外貌或者是这些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太多努力的这些上面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因为大家不要纠结于用不用美颜相机 用不用P2 我觉得你P2美颜相机都没有任何的错误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否定你自己本身 对 因为我觉得不论是美颜相机还是P2 那都是你自己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 那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 你只要找到了能让自己开心的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只要让自己开心了 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快乐 臭美一点没有问题 就每天对着镜的夸夸自己 你今儿倍儿帅 你今儿贼好看 就很开心 这一天就乐起来了 快乐最重要 对 快乐快乐 其实就是像我们几位说的一样 尤其是现在可能还在上学 或者是经历青春期的朋友 即便是像几位艺人演员朋友 他们在长身体的时候 人都会在青春期的时候 经历一个奇形怪状的阶段 不要因为这些别人的话语也好 别人的观念也好 去影响到自己 改变到自己 快乐最重要 我们向老板跟菲菲说点 快乐最重要 谢谢各位 本期的选拟俱乐部都到这里接受了 希望大家都拒绝焦虑 都自信都快乐 好吧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今天楼下小区里搬来一个女的 一看就是那种小不正经 我看你就是年轻的时候 根本就没穿过漂亮的衣服 你看我现在穿的这么好看 你嫉妒我 梁阿姨 自甘堕落 我去影子 一百斤杠 还有很多 耶 温润清阳好滋味姐妹果然好出色 本节目由康师傅清阳果会独家冠名播出 满满活力教素 养出轻盈长道 本节目由活教素倡导品牌多艳寿赞助播出 插科打混状况外笑点续杯不散场 每周日中午十二点会员专享姐妹请就坐 上微博参与你会选择门当户队还是爱情话题讨论 与节目嘉宾边看边聊 上知乎搜离开滤镜我们还会拍照吗 和知乎打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你好 早安 对 因为我想的是 这块还是自己想了好久了 突然之间又点自清阶的一个扣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原相机 插科打混状况外笑点续杯不散场 每周日中午十二点会员专享姐妹请就坐 来随客APP看更多精彩暂视频 和姐妹们一起参与互动讨论吧 关注姐妹俱乐部爱奇艺官方账号 很多精彩内容等你发现 电视大屏看爱奇艺就用奇艺国TV 解锁百种追踪方式 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 上知乎搜姐妹俱乐部和知乎打主 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下载Zucker新闻客户端 看最新最快的娱乐资讯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比前后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搜益 新浪搜益对比前后的大力支持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情感知乎 全现在网易娱乐 好天 好天 费费你会P图吗 我会修鼻孔 就是因为我一拍照吧 惯性就鼻孔可能会张开一下 你很爱那个抬头 对因为我喜欢这样子拍 然后就鼻孔又很大 但是呢在我印象当中呢 我又觉得我的鼻孔没这么大 爱奇艺 你很爱那个抬头 你很爱